一位由公务界文化部退休的画家林津田 在疫情期间努力创作 勇于改变 累积了一些新作 将于2024年3月2日至3月27日在台北艺文推广处A B C展览室展出 并则于3月9日下午2点30分与一楼演艺厅举行开幕式 欢迎艺文同好踊跃前往观赏 共襄盛会 艺术滋养我们的生活 也唤醒心中神殿的感性 林津田前次长的作品注视生根土地 追求自然 在人文汇翠 仲家辈出的一坛出类拔萃 是公务界的典范 京田次长1955年出生于南投草屯 自幼跟随其父亲 台湾吊桥大王林志木的造桥行脚 经常穿梭 山林溪谷之间 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特别有深厚感情 自然风光悄然触动艺术心灵 美术绘画成为他学童时期最喜欢与擅长的科目 并经常参加比赛获奖 为在当时升学挂绿环境下 艺术种子为及萌芽就此折藏 研究所毕业后服务公职 在行政工作之余兼做研究传述 直到2001年公费前往美国杜克大学研究进修时 面对异乡的湖光山色美景 却唤醒故乡的回忆与潜伏心底的脉动 即生物带有侠儿后读书 终无读书之日 等有空在画画 已无画画之时 活在当下 反台后即马上构起画剧 颜料 从此投入艺术创作 多年来已在一坛崭露头角 不论成不成功 想到和得到你必须要做到 我不在乎苦和泪 有梦想就要向前冲 不论成不成功 梦想和希望你做人要坚强 不云见太阳 我有我的梦想 有梦想就要向前冲 不论成不成功 想到和得到你必须要做到 我不在乎苦和泪 有梦想就要向前冲 不论成不成功 梦想和希望你做人要坚强 不云见太阳 我有我的梦想 不忍赖 未经许可 也许可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